全油管最快新闻,华为官方账号于9月5日发布了一篇文章,否认了网传关于任正非受邀赴美的消息纯属造谣。 此前,有关于美国邀请任正非去美国的传闻在网络上广泛流传。 华为对此予以了否认,并强调该消息纯属谣言。 华为一直备受国际关注,而任正非作为华为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也是备受关注的人物之一。 消息的散播不仅会引发广泛的猜测和热议,还会对华为何人正非本人产生一定的影响。 然而,华为此次的明确声明,为公众澄清了相关的疑虑和不实传闻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